《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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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有创意的年轻人 可以创造他的人生 如果一个空间 把几个有创意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 那就可以改变一个城市 我前几天正在看一个设计杂志 有一张桌子的角就是这样 我还在想说 这个角是怎么弄出来的 那是一张比较大的桌子 你这也是比较小的 但是就是这样子 这一款的数码叫做搭接 它们就是中间的这个结构 都会互相的依靠着 我们的梦想就是希望说 我们可以做出我们理想中 我们想要做的简单的设计 在业界你在做的东西就是很重复的 你没办法去做你自己想要做的设计 以前是在一个32坪的小公寓 只要椅子往后退 就撞到后面的人 他就说不要再退了 我没有空间了 在那样的一个小环境 然后去慢慢发展出我们的作品 然后接着还认识到胖地 我们才发现说 其实除了一些传统的机具 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先进的设备 主席介绍一下 这边的话是3D裂印机 那这一台是正在运作中的 那那边那只小熊子 是最后列印出来的成品 现在的机具是小型化便宜化 使用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简单 那这种会改变未来的制造业 甚至会改变未来人类的生活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将来就是说工厂就不会像大型工厂 其中那 然后城乡发展失衡 然后南北失衡 这些问题都是由小型制造者出现以后 就平衡掉了 就平衡掉 好费这种方式 这个空间呢 他希望能够提供青年朋友 或是想要创业的人 他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环境 但不贵 让他们在那边共同的工作 科技难不倒他们 他们一直走在时代的尖端 从设计 生产 到上市 行销 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可以一手包办 今天大家扮演的是来台南的旅行者 那你们不小心在路上捡到一枚古币 借我那枚古币的力量 穿梭时空回到了 西元1714年的清朝时期 其实我们有个安田两个古迹合作 一个叫海山观 另外一个山品古堡 那我们做的是用这样实际 有些方式结合地区的导览 他们在玩的过程中 我们也是让他们看到一些 产品旧居落 然后甚至一些产品的故事 我永远记得我们第一次 产品做出来之后 是一个下着大雨的夜晚 就这样子骑着摩托车 然后拿着我们的产品 然后去找到一间 我们觉得质感还不错的一个文创商店 然后就这样敲着门 就进去跟老板说 你好 我们是设计系的学生 那我们就是出来做的一些产品 您看看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在这里有合作的客人 老板也是被我们的诚恳给打动 他就让我们的商品有了一个小小的柜位 那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我们开始有一些知名度 使用设备的成本可以降低 它负担不起 买一台雷射切割机的金钱 那透过跟胖地这边的一个结合 一方面完成它作品 一方面能够让它的所谓创业的历程 能够再往下去继续走 其实如果没有胖地 我们可能不一定会勇敢的投入自己的工厂 在那边使用完之后 你真的会觉得 如果你真的要投入设计 你一定要属于一个可以研发的场地 设备也好 场域也好 这都是我们可以用来去对抗这个世界的武器 台湾正在走向新一波的创业浪潮 年轻世代一个又一个在挑战白手起家 一讲起自己的产品 眼神就在发亮 年轻人其实不缺创意 更有灵活的执行力 他们唯一缺乏的就是环境的支持 没有人能说年轻人是草莓族 台湾能有这样的孩子 我们都应该感到骄傲 但是这里边就已经是环境的 我一次不在乎 你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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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